狐狸是会主动攻击我们的一个这个小鸡的 大家看 他不仅仅有这种普通的一个攻击方式 他有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跳维式的攻击方式 大家看 是不是非常的牛气啊 享受戏热爱生活 大家好 我是猛轩 回来的猛轩呢 实况解说什么 希望呢 是给大家带来本期最新版本 一个关于狐狸 你不知道的一些冷知识 大家也是知道的 我们最新版本呢 是更新了我们这个狐狸这一个生物啊 而且这个生物也更新了非常多的 自己的一些行为特效 好的 那关于最新版本的狐狸 你有哪些不知道冷知识呢 跟着我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就是狐狸是一种夜间生物啊 白天他们都会睡觉 而且你白天放出来的狐狸摔跪蛋 他狐狸刚出来的时候呢 可能还会来看一看这周围啊 这的话呢 不用多久 他待会就会自己进行一个这个睡觉去了 他根本不会打你 大家看 这是狐狸 看到我一眼他就睡觉去了 而且狐狸有一个小bug啊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睡觉的时候 他有时候都会移动啊 慢慢的往一个方向进行一个移动 有可能是 他判定的可能还是在一个这个醒来的状态 实际上他的一个模型 早已不是一个睡觉模型啊 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吧 对吧 大家看 现在呢 我刚放出的三只狐狸 都已经进入了这个睡眠啊 好的 会怎么样 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烈士生物嘛 所以咱们现在把我们的时间直接调至到晚上 看看他会不会立马的起床 好的 大家看 我们时间一调到晚上以后 这个狐狸就瞬间的站了起来 你就相当于他白天的话 你刚放出来的话呢 他会是先环顾一下周围 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进行一个睡觉 你只要把时间一调到晚上 他就瞬间的站了起来 这个精力就瞬间充沛起来 大家看 这边的狐狸都已经虎视呆呆的望着 第二个冷知识 就是在狐狸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改变他周围的一个地形的一个破坏 比如狐狸现在睡在一棵树的旁边 我们把他旁边的一个这个树的木头进行一个撸置的话呢 然后这些声响是会吵动到他瞬间起床的 即使我们有碰到他 他自己都会起床 可能是他的耳朵太灵密了 一听到周围有一些这个不安全的声音 就会瞬间的站起来 看周围发生了 第三个冷知识 就是狐狸的速度和暴猫是一样快的 不过他不会像暴猫一样主动的远离我们的一个玩家 大家看 我们现在靠近他呢 他不会主动的远离我们 只有我们在攻击他的时候 大家看 攻击他的时候 他的速度就飞的和暴猫一样的快 大家看 我们现在又追赶一下我们这只暴猫 哇 是不是 是不是感觉 他的速度就是和暴猫是一样快的 不过狐狸是不会主动躲离我们的 而是我们在攻击他以后 他的这个速度 就像飞一般的提起来 第四就是狐狸是可以被我们这个 田江果给进行一个这个喂食的 而且我们手机版最新版本也是有我们这个田江果的 他也可以用我们的田江果进行个繁殖啊 我们给两只狐狸喂食我们的田江果 这边他们就会伸出一只小狐狸啊 然后如果我们攻击这个大狐狸的话呢 这个小狐狸是会跟着这个大狐狸一起逃跑的 大家看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五个冷知识就是 如果你随机刷出的狐狸 是有一定的机率 他的嘴上是会自带着一个这个 嘴巴上叼的一个这个掉了物品的 比如咱们的一个这个小麦 还有绿宝石 都是我随机刷出来的狐狸 他嘴上叼着一个物品啊 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给另外这些嘴巴上 没有叼东西的一些狐狸 他嘴上给他叼一个东西啊 比如咱们叼一个他们做来吃的这个田江果 咱们扔给他 他在睡觉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机率 大家看 哎 睡觉的时候他都叼着咱们这个东西啊 但他在咱们夜晚活动的时候呢 他也会主动找这些掉了物品进行一个这个叼石 叼在咱们的一个这个嘴巴旁边 第六个冷知识就是 如果你击杀狐狸的话呢 他一般是不会掉了物品的 包括如果我们召唤的狐狸 他嘴上自带着叼着一个物品 你击杀他 你并不会得到他嘴上叼的物品 不过如果你是直接给我们的狐狸 扔出来一个物品 他嘴上叼上了他扔的 你扔的这个物品呢 你再去击杀他 你会得到这个物品啊 因为毕竟这个物品一开始就是你的嘛 咱们现在来杀他一下 现在这只狐狸 叼着咱们刚刚扔的TNT 咱们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安全 我们现在把它尝试一下 击杀他一下 在这 好的 还差一刀 大家看 我们刚刚给了他一组TNT 然后我们再击杀他是可以得到这种TNT的 现在这只狐狸呢 是我之前自动刷出来 他嘴里就已经带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的 这是一个这个牛 这个猪排吧 应该是 然后咱们来杀他给他 大家看一下 咱们杀之中自动生成的狐狸 他现在是嘴上掉了东西 他都不会把这个东西给你的 大家看 诶 这边并没有掉落 他刚刚嘴里掉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冷知识啊 当然你可以给咱们狐狸 掉各种各样的一些 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啊 比如TNT 第七点 狐狸是会主动攻击我们的一个 这个小鸡的 大家看 他不仅仅有这种普通的一个攻击方式 他有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 跳跃式的攻击方式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的牛皮啊 而且他在攻击完我们的小鸡以后 他会嘴里叼着我们的一个这个鸡肉 而且他其实并没有这种 越过这个1.5个高栅栏的一个这个行为功能 他只有一个这个 看到食物以后会激发他的一个潜能 才能跳这么高 平时我们如果攻击他的话呢 他会在这个栅栏里面不知所措的 诶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怎么进来了 狐狸也是有天敌的 他也惧怕我们的一个狼啊 在咱们的狐狸看到狼以后 他是会疯狂的进行一个逃命的 就像刚刚的一个这个 狐狸追上我们鸡一样 当然鸡比较蠢啊 他跑都不想跑了 这个狐狸直接一个这个腾空跳 就直接把他进行一个这个追杀 第九个冷知识 你在积雪真夜灵当中见到狐狸 全部都是这种白色变种狐狸 无论是你直接用召唤弹召唤出的狐狸 还是他野生群星自动生成的狐狸 全部都是这种非常亮眼 非常可爱的这种白色狐狸 不过我个人也觉得这种白色狐狸 要比之前那种普通的野生狐狸 会要更加好看一些 好的那么本期的实况解说 给他带着啊 那很多小粉可能会问到 孟轩啊那手机板什么时候 会更新这么可爱的一个狐狸啊 那目前来说 现在最新的一个测试版是1.10版的嘛 下个版本是1.11版本 下个版本 据咱们这个我的世界官网的一个透露 下个版本的1.11版本 是一个这个村庄云阅读的一个版本 有可能是不会更新这个 这个白色的一个这么好看的一个雪狐狸啊 所以的话 怎么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等待手机版一个这个狐狸版本 但也有可能摸奖会打我的脸嘛 对吧 好的那么本期的实况解说就到 到此为止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大家好我是孟轩 那么每天呢 我都会在这个自频道更新视频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和关注 那如果你感觉这些教程还不够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自频道转一转 说不定有你喜欢的东西 好的啊 那我是猪猪猫 现在我们下期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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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